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中堅地產 之前這個中澳春城我們已經拍過Youtube的影片 很多客戶都想了解 現在有最新的情況,這個樓盤推出這個 首期分期三,首期免息分期三年 今天是星期日,很多客戶過來看 雖然今天下著雨,我進來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很多客戶都想了解這個首期分期 包括,因為這裏是燃樓來的 這個燃樓來的就是,你基本上可以做到 你想買哪一套,我們上去幫你錄哪一套 對了,這邊上 之前我們介紹過 現在之前推出的特價賣得很快 它都會時不時推出特價的 三月份這個樓盤的銷量都OK的 對,它還有新推出的85平方兩房 是無區來的 一陣子我們就拿鎖匙上去 因為我們都有客戶 叫我們幫他錄影上去看一下 順便上去看一下 對,今天我看到了 今天都很多客戶過來看樓,買樓 它現在呢,基本上都有 現在賣的是二期的美貨 三期都有的 現在很多都賣的是二期的美貨 我們看看 賣的是二期美貨 包括三期三十二棟這些都有 三十二棟都有 包括這個二十五棟的 和這個四十五棟都有的 一八零五棟和這個八十五平方的無區 其實之前的情況 我們都已經介紹很清楚了 現在呢,我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首期分期是怎樣分期 比如呢,它這裏的首期是四十萬 它先給這個十二萬 即是它有這個九萬的停購費 九萬加十二萬 才給二十一萬一個星期 一百個星期 接著呢,它第二筆就是明年的這個時候 給一半 即是你給了二十一萬 接著還有二十九萬 還有這個十九萬 接著這十九萬呢 就是明年的四月份給九萬 九萬五 後年的這個時候再給九萬五 一共就給了 全程免息的 即是一年給一筆 今年給一筆 明年給一筆 後年給一筆 對於很多客戶的資金回籠 或者是現在想買的 是一個很大的優勢來的 是的 所以現在我們見到很多客戶過來買 包括 好,這邊的速箱活動做得挺好的 是的 因為一會兒我們也有 有客戶叫我們去 延長錄影給它 因為現在香港未通關 很多客戶來不了 主要你想買哪一套 我們可以做到 直接想延樓和你錄哪一套 是的 我們上到現場拿鎖匙 就可以錄完現場景觀 包括這個壺形 現在我們進入這個小區 又進入這個小區 其實是第31棟這個 頂樓九十一平方 因為外面是下雨的 我們順便檢查一下 究竟這個頂樓會不會流水 我都很不擔心 因為我們客戶來買這一套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過來延長直播幫客戶 看賣 這個小區的好處 這個公園有一個好處 就是現樓來的 你喜歡賣哪一套呢 即是你想賣哪一套呢 我們直接去拿鎖匙 上去看哪一套 直接去選單位 因為現在 香港還未展示區域通關 香港和澳門 所以有很多客戶 就可以我們做到 就是 下雨後 看看風風 採缸 包括有沒有下雨 下雨會流水 那裡有沒有問題 下雨天 看樓也有一個好處 真的可以 看看牆面 樓頂 有沒有浸水 這個現場 整個小區來說 都算比較安靜 之前都有介紹過 然後一個好處 就是 現在買的話 年底就可以交樓 就可以使用 但這個樓盤都有選擇 即是它有 七十六的兩房 八十五的兩房 然後還有九十一 一百零 五平方 一百十幾的三房 有無批有裝修 不是全部都是無批 到了 我們看看這個三十一棟 遲滾單位 三十一棟 就在三十二棟 旁邊 我們之前看的遲滾單位 是三十二棟 下到來 都是這樣 我們看看 現在是下雨 是濕透了 再站起來 頭也濕透了 我們進去看看 進來還有一個架空層 這個膠左樓沒有 這裏 不是膠左樓沒有 就是剛剛交的 去年十月份 去年十月份 就是剛剛交幾個月 是不是當時無批 還是裝修 清裝修 是裝修 那這個三十一頂樓 三十二頂樓 這個是裝修還是無批 裝修 都是裝修的 哦 這九十一平方 三十二是最頂樓 都是裝修的 因為第一樓很多人會擔心有沒有滲水 會不會很熱 會不會流水的情況 對了 這幾天剛好下大雨 現在我們去看看最適合的 你如果天氣 陽光天晴到時看 都沒有什麼感覺 現在就是最真實 九十一平方的兩房 這個也是最新推出的嗎 也有 也有 裝修可以的 然後它也有三年登記 是不是這幾天很多客戶 超多 超多 這個發展商能夠做三年分歧 證明這個發展商都是 資金都還可以 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它是現樓 但如果呢 這個是交流標準 我看一下 就是你以後 可以開燈嗎 可以開燈嗎 可以開燈 到時候買這一套 我們還會不會開始 因為現在是六點多的中數下午 差不多到七點鐘了 接著我們從門樓開始 從這個門樓開始 從這個門樓開始 當時你買這一套 你到時買這一套 就是這個交流標準 裝修 我進去看看 這個裝修呢 就叫 你帶一個 全部裝修好 很多硬裝修 你看一下 天花 地板 八十乘八十的廚尊 接著我們最重要 看完 這個陽台景觀 有沒有遮擋 看完樓 看完樓 是沒有遮擋的 對面的地 那些 那些田地 是不是你們的 都是我們的地 幾期啊 即是它不會起樓 這個位置 規劃是我們這些 小個小區的一個圓樓 四期五期是不是這邊 四期五期在圓樓 在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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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到時都是四五期的圓樓 有多久 都一段時間了吧 對 所以有一兩年了 現在是沒有見到任何流水滲水全國 樓底都夠高 樓底 這個水滲水全國 這個水滲水的地點 這個CPV 真的是監工來的 到時會拆的 對 因為現在未交樓 這個CPV就是監工工人去裝修 所以我說不給他偷懶 或者不偷空間廟 也不錯 我就看這個 看這個叫 廚房 這個廚房 看門都為家人不准 和廚房都一樣 包括這個 三件拖 都弄好了 消毒碗櫃 消毒碗櫃 煤氣爐 抽合演機 然後我們看一下廚房 一個叫 這個封了 窗 幾通通啊 這個 很通通啊 這個 然後這個是廁所窗口 不過是自己 這個是不是樓台移出來的 嗯 我們看一下 這個廁所窗口 然後這邊一個洗一盆 他把廚房移出來 廚房就很失用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洗衣機 不是 不好意思 冰箱的位置 是 因為今天呢 是沒有那麼多拍片的 有一些 床中的地方 可能就會 什麼 但是呢 我們今天就 和護具買樓 順便呢 看一下 是沒有流水 滲水 滲水 積水 接著這邊 其中一間房 這邊是潮什麼 潮北的 是的 快證都沒有十全十美 美中不足 就是向北 但是向北 光光採光都OK 這個國家 一般般 不算大不算小 一般般 這個可以做一個書房的 但是這個窗窗窗外 都實用 是的 都實用的 這個到時候 可以掛一個 那張床 然後這邊可以掛一個 書床 天望周 啊 潮北的空準 可惜今天有燈 真的 開幕燈 我看一次 月亮板房 十五個都 有燈 願不看 先看這個燃料先 這裡四個間 四個間 全部交易標準 這個鏡啊 不過這些全都有的 這個馬桶 這個洗澡位 洗澡房的 加起來 這個位置 我剛才叫 外面的露台 打造的 自己的陽台 我們就看看 三間房 一個廁所 一個小房 一個小房 這個小房 這個小房 都是比較輕易 比較小 但是呢 看看怎麼用 一個總體是九十一平坊 是的 一個坦米 就會更失望 畢竟它打到這個窗桌 但是呢 這個房間很漂亮 你看到哪裏 我們看看 全部看這個圓林景 全部看這個圓林景 很漂亮 這邊有山景 這個圓林景 我七十年不變了 因為自己小區一邊 接著我們看看這個主人房 但我們看看房間 都是沒有流水的 是沒有什麼水印 流水的 這個 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 OK的 覺得很大 這個主人房 你望來源 就是向北 你如果向北 你如果向南 就在外面的街景 會暴躁 這邊就安靜 不過有優勢 是的 這個景觀是不錯的 直接 你雖然很高 但是 它是完全看到這個名詞 和整個來源 我們再看清楚一點 接著窗都是雙開的 然後我聽說 這個天花 都是沒有滲水和流水的跡象 是的 所以頂樓現在的發展商 技術都很高 早十幾十年 聽說頂樓會不會流水 會不會有問題 但是近這幾年 很少聽說頂樓會流水 近這十年八年都少 包括場面這些都沒有問題 夠小 因為它發展商很多 它裝修的時候 會做幾層防水 做幾層的隔熱 所以有些客戶 特別喜歡頂樓 天台會不會上去的 可以 我們會不會上去看看 我們會上天台 看看 看天台 那天台 那天台是不是公用的 嗯 是的 一般人都不上去 正常都是 真的 所以頂樓的人都上去 所以頂樓的人都上去 比較多 但是天台不是私家是公用的 我們可以上去看看 順便看看它 都可以 這個 這個走路 這個不是走過通道 我可以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看看天台 這邊 你如果住頂樓的好處就是 來天台最急 但是如果呢 你可以在天台上 曬一下東西 或者在這裡 喝茶 應該都可以的 一般的人很少上天台 一般來說 通常都是 你住頂樓的 可能會比較頻繁 哦 這個天台 頂樓的好處就是這裡 天台 這個不是私家 不是送的 是公共的地方 對 公共的地方 我們看看這個環境 好像對誰 我這樣做 意思是 有些人 就是 你起東西肯定不行了 就是你起東西肯定不行了 但是你搭個棚 不影響外竿 好像做些什麼 好像搖搖椅 我們遠方圈 或者 囊下山褲 燒烤 即是臨時的 你撿乾淨衛生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 在天台開會 喝咖啡 上去熱都可以 如果天熱的話 養老度假都可以 這整個小區 還可以 這整個天台很大 你看看 很大 這個就是買頂樓的好處 近天台 我們看看這個山景 這個山都可以 遠方這些是靠近珠荷的 文宅 農田 那些應該是家具廠 鋼材家具廠 前面是天氣今天下雨 原寶山 對 看不看不清 這個叫原寶山 我們再看看這邊的天台 這個天台不錯 這個天台夠大 哦 即是它兩頭進去 對 那頭可以在那邊過去 對 那邊是它那邊 哦 即是 這邊就是人家的樓上 不是剛才九十一樓上 然後我們可以過去 它九十一樓上 其實它是做了一個小的通道 基本上是隔開的 這裡進去又不好 進不去嗎 進不去嗎 我給人苗條 應該到 過不去 過不去 哈哈 沒有了 我看到它 不必要 起床 那邊有苗條 哦 這個很大 嘩 這個很大 嘩 這個很大 其實你從那裡進去 下面走上來 會遠一點 即是它這裡 我們看看 這個門在這裡 在那邊 在那邊 那邊就是它們 是呀 即是 我們先看看 是不是這個 這一壺 哦 還不行 那還好 它是靠到小福 內園裡面 我可以種一些 那些人 不是電線 這是什麼 那些人 那些人浪衫 但是沒有電的 那些人 那些人 可能放東西 這樣 哇 你看到嗎 這裡 這裡是整個 整個 即是九十一坪 那些人 這個天台太大了 這個天台太大了 看看圓林 看看圓林 是放水的 做了很多層 我可以看到 很厚的 這個樓盆起 多了一年幾兩年 基本上你看看 都不會說 什麼爆裂 或者流水 滲水成功 接下來是下雨的 接下來 現在清醒的時候 下雨 基本上排水道 都不說積水 OK的 這邊的質素 現在我們 天台 即是整個樓頂 包括天台 是一個叫 沒有說嚴正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再看另外一套 是否OK的 下一套 現在我們看這個 25棟 也是二樓 你想買哪一套 我們幫它錄 這個就是25棟 10樓 也是二樓 OK 85平方 這個就是向東南 剛剛才向北 現在向東南的 每天都是現樓 嗯 即是我們十樓開了門 所以我們拍十樓 12樓一樣 即是 現在有十二樓 一樓 即是樓上樓下 10樓12樓差不多 就像架構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樓上樓下 OK 這個升降機 都未拆的 是啊 因為很多人做中 一模一樣 那一模一樣 是 我可以看看 這個 一出來的 在賣的是旁邊的 左手 嘩 慢慢生下大魚 聽不懂 先拿魚 沒有魚的 是的 入戶花園 這個是甚麼來的 入戶花園 入戶花園 左半的 左半面積的 跟著 入到來 這個花園是打散的 這個是傳播來的 是的 有花園不要 你可以把廠房打進去 是的 就是你如果不要 如果要這個花園 就很浪費面積 不是浪費的 就是很不實用的 就是你感覺很小 就是這個 因為現在毛坯 有本燈 我們看一下 廚房到這個位置 看一下 這個毛坯 都試一下毛坯交流的 是的 這個毛坯交流 要自己裝修 這個都是生日洋台 放洗衣機陣 你看看二樓都有人 裝了一些碟 不過二樓的就是私家的了 跟著我們看看餐廳 拍攝 哦 就是它按一下 是向南的 是東南的 但是我聽到 都有 就是你 因為主幹度 都是有少許噪音的 反正 你朝向好 開陽 肯定是 怎麼說呢 就是沒有十全十美的 是的 後期可以把這道玻璃 就是自己可以 封住 可以改善的就是 裝一個隔音玻璃 隔走蓋就不怕了 因為它這個 你看看 南向 望山景 沒有遮擋 採工 真的朝向漂亮 但是 畢竟是馬路 這個也OK的 你如果真的怕吵 就封了它 是完全有改的 完全有改 因為你 你休息車會多 那一刻都還OK 這邊是一個 大約 這個約會很大 一個大約 看看 兩個房間是不是 嗯 兩個房間 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分不分 可以說是夠用的 接著它在那邊的窗 可以做特特米 這個房間 都不算小 因為它總體85平坡 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石油間 石油間呢 我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凹下去 很多人都知道 凹下去的 所以它的最大呢 是到時它要 裝這個碼桶啦 包括要裝一些管啦 鋪上線啦 它會提高的裝修的時候 所以會凹下去 第一個 流水方面 第二個呢 要防水各方面 裝到師傅它搞定 這是一個窗來的 出到去呢 都是陽台 自己陽台的窗 廁所 接著我們再看這個陽台 這個房子 主要放夠小大的 主要放夠小大的 如果是兩床來的 剛剛放的 這個房子也是放得大 夠小的 它放了米8到2米的大床 接著這邊放衣櫃 搞定 接著都是一路的窗 我們在洋桌上會吵 但現在我們聽到是沒有集音的 為甚麼?因為加了玻璃,很安靜 所以平時不開洋桌的窗或什麼都不怕 去做一下這個措施 你平時在家裡都開了窗 開了這些噪音 你關了它,關了它,看看 其實都不怕吵 完全不怕吵 你一般,夏天平時都會開冷氣 你平時還沒睡覺的時候會開通風 你平時被吵就關了它 如果這個門關了它,就會安靜很多 這個位置一定要設計 如果這裡打了它,就相當實用 如果不打的話,這個圍形就是沒有實用 我們看看,入湖花園可以的 夠不簡單 把廚房移出來,客廳就大很多了 就不會浪費面積 這個是85平方的 我們下樓下,下樓下,下樓下 下樓下,下樓下,下樓下 剛才我們看了25棟的12樓03 這個就是毛坯那個 就是85個兩房 這個就是31棟的 訂樓那個 我先說訂樓吧 這個訂樓的,這個價單 這個31棟3201 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個 訂樓帶裝修 九六平方那個 這個價錢多少 它原種價是179萬 接完之後是159萬 參加我們一個9萬的一個團購 也就是給了9萬底20萬 給了9萬之後得出159萬 1597482 單價是17415 這個是裝修價錢 是的,精裝,貸裝修的 32樓最高層,頂層那個 是的 1萬7400多 那首期呢 首期是47萬 加9萬 貸款是112萬 月供30年是6千元左右 是我們大陸的一個 利率 那如果澳門呢 算起來吧 如果是香港澳門人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澳門的銀行 是啊 什麼銀行 我們可以直接做澳門的勤行和公行 然後還有一個大風 大風 即是它全部響到澳門來 是啊 3.372 這麼低很多 如果是大陸這邊就去到5.800 是啊 上發5.800 你幫我計一下 同樣30年差多少 即是呢 這邊當時我們也有客戶買了 如果是有些客戶會按揭呢 可以做這個澳門大風 澳門公行或者建行 可以選擇的 三間銀行 這個也是方便香港澳門人買樓 第一個呢 不單止手續簡單了 第二個呢 它來享受這個利率的優惠 對 因為很多樓盤不是全部樓盤支持的 就是看看這個發展商有沒有跟這個銀行合作 那如果它在澳門做銀行 用澳門直貸的話 要不要過澳門簽名呢 如果那些客戶 要去澳門簽 那交資料全部都是澳門還是交到這邊呢 澳門那邊就可以了 就是你去一次搞定 還是要換得很麻煩呢 一次過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 E-mail過去給銀行也可以 哦 E-mail過去把資料掃描了 發給銀行 嗯 然後要本人過去簽名 好一次 澳門利率每個月供是四千九 即會便宜了多少 便宜了兩千元 即將 即是呢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呢 是三十二樓頂樓 嗯 剛才說了 單價 截完呢 其實就是一萬七千四 大裝修 手機三成 即七萬七千幾加九萬 這個是一個貸款 一百十二萬 那如果大陸 如果用大陸銀行呢 就是六千六百幾 如果澳門銀行四千九百幾 四千九 即便宜了足足兩千幾元的儀式 即是同樣的金額 但是呢 他便宜了兩千 差不多接近兩千元的儀式 都幾好 那這些呢 就是一個 其他費用 什麼費用 按揭的簽約費用是一千五百五 嗯 還有我們契稅呢 是交給國家的兩萬三 按手套的1.5 即是九十平方以上的1.5 是啊 九十平方以下就是一個點 是啊 這個是辦妨安證的契稅 嗯 交樓之後再交了 是啊 收樓交 嗯 然後還有其他辦家的一個費用 是一千元 然後 這個維修基金七十元一個方 七十元 珠海是九十元 中山是七十元一個平方 毛坯三十元 這個是大精裝七十元 這樣的 就是 我們這邊留它是 不錯 就是 珠海無論你裝修毛坯都九十元一個方 你一百平方就是九千元 就是這裡裝修各70 毛坯就是三十 嗯 省幾千元一個不錯 六千四 這個 這個 這個價格 那它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套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毛坯的 毛坯的 毛坯15個方 接近百十六 我們 原總結是149萬 切完之後 也是這個優惠活動 9萬底20萬 嗯 摺完之後 129萬加9萬 嗯 首期是三成 39萬加9萬 嗯 嗯 貸款呢 是90萬 這個是大陸的一個 金額 就是 義工三十年都五千三 如果香港澳門人買 香港澳門客戶買 它就會低一點的利息 對 就是 這十幾千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零四十八 一萬五元 一萬五十二樓 好 南向 那個價格 都 它是不是比之前特價要便宜 是不是 之前我們第一次 我們之前初初開始 市務區 就是三月份 一萬五千 一萬六千 即是一萬六千 我知道 即是當時我們有一萬三四 都有的 大面積那些 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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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房 一百十六平房 即是大面積會便宜 現在剩下樓層不多 即是之前特價基本都清光了 是的 即是一萬三 一萬二都有的 我記得當時錄了的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四 已經清光了 即是那些大面積的 沒有了 沒有貨了 現在剩下的是小面積 小面積加價戶貴 一萬五千幾 澳門貸款是三千塊 三千塊 其他費用呢 這個是一個點的 所以就是總價的一個點 稅是一萬二 一萬二 那它是無批的原因 衛收基金 三十元 很便宜 到時簽合同的時候要交 交手期 這個是無批 一萬五 這個是一萬幾 這個是一萬七 是的 那這個價格 很多 沒有什麼優勢 兩千元幾個裝修標準 即是你去過兩千元裝修標準 亦都不是這麼說的 因為你帶裝修 你可以省很多時間 你不需要 即是不需要過來監工 還有其他一些 去選一些物料 是不是 兩千元一個方 最佳派我們 那些廚房的生肩套 那些廁所的 那些花灑 那些馬桶等 這些全部都優勢的 即是裝修會貴 多兩千元 這個就方便在這裏 即是裝修呢 就去到一萬七元 沒有去到一萬五元 其實那個價格優勢 都是 是不是有一個面積的問題 還是怎樣 都不算大 面積小一點的單價 都會高一點 你可以拿這個 九十一個方 和七十六的兩方 去對比 七十六的單價 肯定就會高一點 這個呢 一萬七千多一點 因為它是32樓 頂樓 所以優惠了 正常我們去年 這層樓的時候 打完字都是一萬八千多 一萬八千多 即是一特價之後 就一萬七千多 其實這個中午春城 價錢都不便宜的 不便宜 就因為現在高度 就會便宜一點 就是便宜一點 最加上是樓層的原因 所以便宜了一點 明白明白 明白 相當明白 反正我們今天 剛好有客戶想買 然後我們去錄完這個頂樓 包括這個兩房的 原廠 如果真的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現在的貨量度多不多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幾乎都折禁 好像這九十一樓 只剩下兩套 只剩下兩套 零一號房 還有零五 同一層的 32樓 32樓兩套 目前 一個是左邊 右邊 剛才我們拍的是右邊 都是裝修 都是同樣向來源的 不是 外面的是看外面 向南的 對 向北 但是它是看對面樓 這個就是我們看源林的 看泳池 即是它在旁邊的壺 但它是看外面的 即是不看源林 這個就是望泳池 這個就是望泳池 然後這個12樓 就是向南 看山 看山景 這個是無坯的 這個東南向 有裝修無坯 非常了解 非常清晰 現在的貨量都不多 不多 一個十樓 一個十二樓 十樓 我剛才看了 只是價錢 即是差不多 十樓到十二樓 差不多 有沒有什麼筍物 大面積 有沒有再便宜一點 大面積的 也有夠大價 兩百平方 還有一百百 這些可能很多 很大的那些 那些都幾寸 大概 一萬五到一萬六 都要一萬五六元 是 因為最初的時候 我們的樓房單位 都是賣到 一萬六千幾到一萬七 無坯 即是大單位 反而都不便宜 不便宜 即是你去到以前 一百一十幾 一百二十幾 反而便宜 一萬二三那些 因為雪狗清貨 上個月那些便宜 對 即是現在都有特價 但推出是小的 之前是大的 即是我們現在拿出來的 這些都算是 九優位的特價 如果 你拿一些 不是九特價的樓層來計 你就會覺得明顯 對比貴 最起碼一千塊 哦 即是已經特價之後 就一萬五 這個呢 首先 我們是燃樓 這兩個都是燃樓 它的優勢在這裡 第二個 即是我們中澳 畢竟在坦州來說 比較出名 有十七年 這麼久 因為它的燃樓 第二個 它的一個方便 甚至你想買哪層 連繫中天地產 我們就可以幫你錄這一層 它又不至於出現爛尾 因為很多 很多人 他買了樓之後 兩三年才可以收樓 那些錢一樣 給了出去 沒錯沒錯 但是我們這個 直接銀行批款 你就可以直接收樓 就是燃樓有燃樓的好處 反正 因為現在香港 澳門 未正封關原因 就是 如果各位觀眾 或者各位朋友 想買哪層 我們可以做到 就是拿鎖匙上去 和你錄上 景觀 有沒有流水 質素 可以不可以 這個是一個優勢 今集說到這裡 先多謝阿鳳 如果對這個 中國宋城有興趣的 或者對這兩個 戶型有興趣的 朋友可以聯繫我們 今集說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